大家好 我是阿倫 對 沒錯 我現在人在沖繩的國際通 對 我現在人在沖繩 然後今天這部影片是要幹什麼的呢 因為我想說我難得來到沖繩 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只有沖繩才有 就是只有沖繩才有的一些那種特別的東西 想要介紹給大家 所以我就問了我那個沖繩出身的同事 然後他就跟我說 沖繩你一定要去吃那個便利商店 我們不在賣的那個安胖曼愛斯 也就是那個麵包超人的冰 麵包超人的冰 他說這個東西是只有沖繩才有的 而且是他們那種小時候就會在吃的東西 就是那種便宜又有那種兒時的回憶的那種感覺 然後至於到底找不找得到呢 我現在人呢正在這個Rosso 在Rosso的外面 所以我們就想要直接進去看看 看看有沒有我同事所說的那個麵包超人的冰吧 其實它長什麼樣子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們反正總之就先去看看 走走看吧 走 這邊有琉球的 這個也是平常沒有看過 好低間沒有 沒有在賣 然後對面還有一間那個全家 我們去那邊看看 Famima 去看看那間有沒有麵包超人冰吧 第二間便利商店 這間冰看起來很多 這個 Ampan Mamba 應該就這個了吧 它這邊也有剛才的另外那個 那我們都買回去試試看看好了 星橫 星橫街衣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那個沖繩特有的東西 好 好 我現在已經回到飯店了 對 然後我總共買了三種不同的種類的冰 第一種就是我同事推薦我的這個 Ampan Mamba Ice Bar 就是像這樣子 Ampan Mamba 大家可以看到是那個麵包超人的圖案 然後它好像是裡面有包什麼巧克力之類的嗎 對 裡面有巧克力 然後旁邊外面白色的是牛奶的樣子 第二個是我剛才看到的這個 Arakaki Chinsuko 不知道是什麼 完全沒有 沒有 不知道它是什麼 感覺看圖好像是有什麼花生粉在 裡面的樣子嗎 因為它這邊有寫琉球 這個可能也是沖繩特有 所以我就把它買回來 等一下也試吃給大家看看 最後呢 最後一個是這一個 圓竹的BENIMO TARUTO 這個東西在沖繩是龍燈他們那個 最佳伴手禮的一個東西 所以說這個 東西我也覺得這可能就是非常的有 沖繩代表的一個BEN 所以我也把它買來了 這是最後面 最後面才看到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吃看看吧 我們先來吃這個Ampan Mamba Ice Bar 到底味道怎麼樣呢 他們說真的是 他們從小到大的一個口味 白色的一隻 小小隻的 它也不會太貴 好像也才日幣100塊左右吧 好 那我們來吃吃看吧 いただきます 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它的那個牛奶 外面白色的牛奶的部分呢 有點帶椰香 椰子的香味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斷面圖 它斷面圖就像這樣 它的巧克力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少一點 巧克力那一層還滿少的感覺 可是還滿濃郁的 就吃到一開始吃都是那個 椰香牛奶 椰香牛奶的味道 然後最後面突然間會有一股巧克力 這樣砰 衝出來的那種感覺 還滿特別的 應該是小朋友會喜歡 而且它的價格又不會貴 而且它那個吃到最後呢 還可以知道有沒有那個 會不會中獎 可以中再來一隻之類的 這也讓我想起 我小時候好像也有類似的這種系統 好 那我們就先把它吃完看看 看看會不會有再來一隻吧 它還滿厲害 吃到很後面的中間都還有巧克力 如果真的中了再來一隻會怎麼樣 真的再去換一隻嗎 各位 觀眾 沒有中 沒中喔 沒有中 好冰喔 下一個就決定來試試看這個好了 Chinsuko Chinsuko Ice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耶 打開來就這樣 完全沒有任何的味道 它打開來冰的部分是白色的 吃看看 目前吃起來像是一般的香草冰淇淋的味道 可它中間有一點那種橘黃色的東西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喔 有點像是蛋糕 蛋糕口味的口感 查一下是什麼東西好了 感覺像是滿濃郁的蛋糕的味道 這個Chinsuko它也是那個 日沖繩的一個お土産 一個お土産的名產 然後它長得是像這個樣子 對 這個樣子的東西 然後它是有混在這個 香草冰淇淋的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邊吃香草冰淇淋 你會邊吃到它那個Chinsuko的那個味道 跟它的一點點的口感 因為它的那個餅乾的那種 味道也是偏濃郁的 就是濃郁的香草冰淇淋 再配上濃郁的那個餅乾的味道 我覺得還不錯 還可以 我把它挖深一點 我挖到一塊大塊的了 它真的是把那個Chinsuko整塊放進去 因為吃到的時候 它咬下去的口感是完全是那種 有點餅乾的感覺 這還不錯 因為是那種邊吃 偶爾吃到驚喜 有吃到那個餅乾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還不錯 第三個就是這個 BENIMO TARUTO ICE 打開來它是紫色的 我本來以為它打開來 都會有一個膜可以吃 就這兩個都沒有 就一打開來 就直接是面對我們的這個冰淇淋 感覺這應該也會是偏濃郁類的 怎麼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一開始我還以為吃到有種像是酒味的感覺 可是它不是酒味 所以它就是那個嗎 BENIMO的紅色 紅芋 啊 有…多吃了機口之後 開始有感受到那個 就是那個BENIMO TARUTO 就是這個下面這一塊 這個甜點的那個上面紫色這部分的味道 多吃機口就有 而且 大家看一下 我上面的紫色的部分吃完之後 它下面有出現那種咖啡色的 但是 莫非它就是這個 下面的這個基底 這個基底的這個意思嗎 咖啡色 好像還真的有這麼一點 那麼一回事喔 所以說是要把上面的紫色跟下面的咖啡色 一起吃起來呢 才會更加接近它那個 お土産的味道嘛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紫色跟咖啡色一起吃 いただきます 不壞耶 不難吃耶 還不錯 說實在的 說實在的還不錯 讓我再多吃幾口 是紫色的還是那個咖啡 應該是咖啡色的裡面 也是有一點那種 有口感的東西 像是那種 也是那種餅乾 餅乾碎片的感覺 就是是那種比較軟的餅乾 不是那種很硬的餅乾 所以說你吃一吃 我會有這種 好像在吃的 真的在吃那個BENIMO TARUTO 就是底層的那種餅乾的感覺 真的有那種感覺 還滿特別的耶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我吃了這三種 第一種就是這個 安パンマンアイスバー 這個牛奶巧克力的冰棒 這個沖繩人 他們從小到大的口味 以及這兩個 分別是這個 Chinsuko アイス 跟BENIMO TARUTO アイス 就是這兩種口味不同的那種和冰 我覺得整體來說 他們都算是還不錯吃 尤其是這兩個 這兩個都有那種濃郁的感覺 就是真的有在那種 實際的在吃那種 おみやげ 土產的那種零食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他們都有把它還原起來 雖然說我不知道它這個 Chinsuko這個 它原本的味道到底是什麼樣子 不過我大概吃了這個之後呢 能夠想像出來 就是它的確是一個 也是滿屬於有奶油 然後很濃郁的一種甜點 然後至於這三個冰 要我來做一個評分的話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吃這一個 對 沒錯 我今天買了這三個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才大概350塊 355塊日幣 所以平均起來大概一個 也才100出頭而已 所以說這三個東西 其實都算是滿便宜的 然後為什麼我會選這個 當作我的第一名呢 首先就是它吃起來比較 雖然說濃郁 濃郁很棒 可是可能因為我今天 剛吃完飯的關係 所以我吃了飯已經滿飽了 在吃了濃郁的冰之後 我會覺得說好像有一點點膩的感覺 可是這個呢 在吃這個時候 我覺得它非常的清爽 外層那個牛奶的 牛奶椰子冰嗎 應該是有加椰子 就是牛奶椰子冰吃起來感覺很清爽 然後又吃到裡面 一點點那種巧克力的味道 因為我很喜歡吃巧克力 所以說 雖然說有點難選 不過我的第一名 還是選擇了給了它 陪伴沖繩能長大的 胖胖胖愛斯吧 然後至於這兩個呢 我比較有點難分出來說 哪一個對我來講是比較好吃的 因為我覺得它們兩個 吃起來的味道都很濃郁 不過要就以經驗 讓我驚豔到的程度來講 我覺得這一個 BENIMOTARTO這個東西 的確紅番薯 紅番薯派的東西呢 的確是讓我有驚豔到 因為它 首先是它的那個設計很有意思 就它真的是 上面一層是紫色 下面一層是那個咖啡色 就好像真的是 它們這個配色一樣 我覺得這一點也算是滿有巧思的 而且味道呢 是完全不一樣 就真的的確就是 紫色的部分就是上面這一層部分的味道 然後下面的餅乾的部分就是這個 派皮的部分就是它這個味道 我覺得還滿特別的 不過當然也不是代表說 這個不好吃 這個吃起來也是很濃郁的感覺 不過就是 以讓我驚豔到的程度來講 我覺得這一款 也許是還不錯的選擇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到沖繩的話呢 也可以不妨去便利商店找找看 這些像這種的冰 然後一起來吃吃看 看看你們覺得好不好吃吧 好 那今天的阿倫便利店呢 沖繩版阿倫便利店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呢 還有像今天這種 我難得來要沖繩嘛 所以當然一定要來這邊試吃一下 沖繩的特有的一些零食 這些給大家分享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 第一手的影片資訊喔 還有這邊是我的Facebook粉絲頁 還有我的IG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還有旁邊這兩邊是我的其他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喔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等你喔 沖繩特有的冰 就等你來試試看囉 好吃又便宜喔